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上仰望这是一座舰在半环形悬崖上的古镇王村 密集分布的吊脚楼看上去围额高耸 许多吊脚楼一面墙体伸出悬崖之外 好似悬挂在瀑布上一般 看起来摇摇欲坠 更惊人的是这些围额峭壁上的古老村寨 已经抵御了两千多年的风雨洗礼 踩锅之热的瓦片爬上一层又一层的刀梯 这是土家族人一种古老的仪式Tima 它代表着土家族神秘的崇拜 被土家族人视为拥有非凡能力的Tima法师 赤脚爬上几十公尺高的刀山与天神交流 他们信仰这样的方式使村寨在悬崖上永不坠 只是为何土家族人选在这里建村立寨 专家分析千年之前 王村建在难以攀登的悬崖上 远离战乱 有利生存 尤其村寨下方就是游水 对外的主要交通工具为船 一手南宫是最大优点 不过当科考队实地走访时 显向还生 橡皮艇在激流中不断颠簸 不禁让人惊心动魄 这些巨石是怎么形成的呀 这些石头都是山崖上面的岩石 崩落 石头原来它是易融于水的 大块的崩落是很频繁 形成一个典型的一个卡斯特的Dima特律 由于村寨下方的游水水量大 流速及河水不断侵蚀下方的石灰岩山体 逐渐在山崖下形成凹坑 山崖上的岩石受重力作用崩落下来 那么王村建于如此脆弱的石灰岩悬崖上 众多的吊脚楼为何安然无恙 两边它是笔直的悬崖没有一棵树 这个不就怕大翼啊 一摔下去人可能没了 科考队员垂直而下冒着生命危险 也想找出答案 正当队员下降时突然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小心小心 碳险队员脚一滑直接摔了下去 头撞到凸起的岩石上 顿时冒出鲜血 索性下面突出的山崖接住了它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这一趟虽然挂彩 却也解开了谜团 这里的山体岩石结理 呈水平状结构 在山体上开凿横向的洞穴 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而这恰恰解释了 位于悬崖之上的王村 同样在山体岩石水平结理的情况下 看似危险使作安全 整个王村就像建在一个水平堆叠的山体岩石之上 垂直坍塌的可能性非常小 所以这也是王村上千年依然稳固的原因 土家族先民依循自然 他们依靠一条大河往来交通 同时又在高处建屋 借助有利地势 使整个王村一手难攻 充分体现了土家族人的营建功力 与聪明才智